我们国家真的已经堪比美国了吗 中美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我们真的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了 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中国被打压 他马上联合军演 他就是在中国拥有千万粉丝的普京大地 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工业软件 有95%都是老外的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一旦被封锁了 我们可能就瞬间回到了20年前 新的世界不再是老美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如今中俄贸易与人民币挂钩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 势必会对老美的国际势力有所冲击 还有啊 咱们的大飞机里面 有70%都是别人的零部件 我们是组装货 没有自己的原件啊 像医院的医疗器械耗材 几乎也都是进口的 以及70%多的药 90%多的器械设备等等 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呀 老美呀彻底慌了 普京找来了四个帮手 重拳挥向美国 因为他不只是反击 而是要彻底的把美国打趴 一个芯片就能把咱们搞得是鸡飞狗跳的 还有我之前说过的高铁确实了不起 但是高铁的车轮和轮轴是德国的呀 要是没有德国的轮轴也跑不了每小时300公里呀 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客观的承认差距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中国和俄罗斯 那么其他所有国家都将成为美国的奴隶 你们应该感谢中俄维护世界和平 保持这个世界天平的平衡 只有中俄平安了 你们才会平安 现在呀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国内呢 偏偏有一些人 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等等 都开始超过美国了 成了世界第一了 要只是为了鼓舞士气 也就罢了 问题就在于 这些人 他不仅仅是忽悠了领导 忽悠了公众 甚至啊连他自己都给忽悠了 这样导致的结果 一定是百害无一利的呀 误国